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款红米AX3000的路由器 这也是我买的第一款WiFi6的路由器 为什么我会选的这一款呢 是因为我已经有软路由了 我的软路由是700块钱买来的 配置还挺好的 奔腾金牌双和4线程的处理器 4415U 还有三星的DDR4 12GB的内存 还有256GB的固碳硬盘 6个千兆网口 这款红米的路由器我主要是买来做AP 接在软路由下面的 由于只要做AP 谁说我不需要它有多好的处理器 它只要信号够好 然后而且还是WiFi6就行了 而且它还支持2x2麦毛 160兆货的频矿 我的电脑和游戏机 都是有限的方式接在软路由下面的 然后这个WiFi6路由器 我只接一个手机而已 我现在用的路由器 还是汽油连接宝自带的WiFi 它比几年前的小米mini好太多了 几年前的小米mini的速度非常的慢 它局右往的拷贝速度只有10MB一秒 也就是从NAS拷贝到电脑10MB一秒 而且它还非常的容易 CPU满载过热断流 我之前为了梯子给小米mini 刷了老毛子的固件 但是性能非常的差 后来我花了700多块钱 买了华硕AC1900P的路由器 也是为了梯子刷的没人的固件 但是那款路由器它的信号非常的差 搁了两头墙它的信号 甚至还不如汽油灵机宝这支带的WiFi 在老路由面前 这个小米mini还有这个华硕1900P 就是个垃圾 今天的这个红米 我也不打算刷固件 就用原厂就好了 因为也没有什么刷固件的意义 在买这款路由器之前 我也做了两天的功课 但是AX6停厂了 而且淘宝金三度加 加到400块钱甚至600块钱 然后也考虑过华硕的AX86U 但是要1000多块钱 而且我只是做AP而已 我不希望那么好的路由器 我打算明年还是后年搬家了 之后再换AX86U 也不打算刷固件 就像我刚才说的 有软路由之后 这种小米华硕刷固件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包装非常的简单 充电器 OK就这样 还有一本说明书 这是说明书正面 背面 NICE 非常的简洁 非常的廉价 大面积的开孔 通通性能应该很不错的 后面有一个WAN口 还有三个LAN口 这个是NAS 光猫的话在上面 好的 现在我们已经连上了这个路由器 马上体验 双屏合一 不要 就ReadyMe就好了呀 干嘛要搞那么复杂 启用160兆和频框 下一步 进来了 咱们来看一下局域网的连接性能 就不是说这是我的NAS 然后我们拷贝一个视频 哇114MB一秒 很稳定 非常的稳 咱们来试试WiFi6的性能 我先把这个给禁用 把有性给禁用了 然后无性的话 接了个小米5G 2.2Gbps 哇 我这个网卡呢 是WiFi6E的X210 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局域网的传输速度 WiFi6 我无性也能110 哇 厉害 我天啊 这个无性 可以的 很强 现在已经配置好网络了 我们来看一下信号的穿墙表现如何 我的手机呢 是一切九破 可以看到呢 隔了两度沉重墙之后呢 5G信号只掉了一个 2.4G信号依旧满隔 这个表现比之前用的汽油连接宝啊 小米迷你啊 还有华硕的S1900P还要好 光看NAS里面的电影 也是秒加载 非常的迅速 这个是连路由器5G信号车速的表现 这款路由器还内置了玩EUU的插件 但是呢 我感觉并不是特别的好 真的是经常匹配不到人 要等很久 换了汽油连接宝之后就好很多了 秒匹配非常的快 汽油是真的好用 就是有点贵 它比我之前用的玩EUU 还有腾讯加速器还好很多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试看 喜欢的话就点个赞 加个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好的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